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龙叔叔 今天小编给大家演示一下火星一号Nibiru H1这款手机的开机和关机动画 火星一号Nibiru H1这款手机 可以说当前最火热的八核MTK八核智能机之一 它凭借目前可以说是最高配置的八核智能机了 同时拥有最薄的机身 但是售价仅仅仅是998元 我们来看一下Nibiru H1这款手机的一些特色功能 比如说智能拨号 所谓的智能拨号就是在拨号的时候 它具有一些联想的功能 我们像智能拨号、智能接听、翻转静音、铃声建墙 这些我们就不进行一些详细的演示 我们接下来重点来看一下这个手套模式 这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相信还是非常有用的 小编这里准备了一双手套 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强大在哪里 它底部是三个的按键 看一下相当的灵敏 滑动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用的一个功能 看到没有非常的流畅 还是这边也小编要说一下个人的一些感受 就是你戴上手套之后 会比你罗手在操作的时候要稍微用力一点 这样才能更加的流畅 关于这个黑屏手次操作呢 我们之前也有演示过的 就是它在黑屏的时候 你按C它就直接唤醒手机并启动到拨号这个状态 一就是上网 V是语音助手 M是这个音乐 另外是上滑是拍照 下滑是打开通知中心 我们看一下 在手套的情况下 在手套的情况下能不能唤醒这个屏幕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C 同样的 就是在这个戴手套的这个情况下 也是可以进行这个黑屏手势操作 但是也是需要稍微用力一点 如果你比较轻的话是打不开的 是不是很实用呢 左滑右滑就是切割的意思 好的 关于火星一号 尼比罗H1的特色功能 以及开机的视频演示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后续关于更多的一些视频品质 请持续关注移动叔叔 谢谢大家